大家好 今天加入一期 就跟大家没事闲聊一下 说两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我的视频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严肃的 往期视频 而且我这个人还善于拔稿 估计一会儿 背部书也拔稿到这种严肃的一个层面 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这个视频 相对来讲做的比较轻松 和愉快一些 这书太多了 放别地方 那咱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说两个事 一个是这个胡怡进的微博 再有一个就是 这个南希佩洛西 中午都吃了些什么 就蔡英文请这个南希佩洛西都吃了些什么 这两个事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尤其是胡怡进的微博 给我逗的哈哈的 那咱们先看这个胡怡进的微博 那胡怡进呢在8月3号的这个18点39分 发了这个一篇微博 他的微博老长了我跟你说 这个胡怡进这人绝对是一个碎嘴子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就来回反了覆去说 然后他就整篇 你说你我我倒不反对这种 大部头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文字 我都能看完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看那种大部头的一个 一个一个著作也好啊 或者是说东西也好啊 几分钟呢我通常来讲我认为没有什么营养 很不愿意去看 就是那个微信群里头转发那个两三分钟 那个东西我怎么那么讨厌呢是吧 要不然说为什么我这个节目活不了呢 就是啊太长了啊 而且呢还都是有这种非常扎实的一个 呃东西在里边 就是所谓的大部头啊 所以说没有什么人愿意看了啊 但胡怡进这个呢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而且呢还是大部头是吧 在这跟我呢是两个这个 呃怎么说呢 两个层次啊是吧 我那个层次比这个胡怡进的微博高了 所以说呢那胡怡进的微博呢 我就采取快探的一个打法啊 或者是说一个战术捕捉有意思的东西 完了呢我就看了第一行 这就是他写了一篇啊 他写了一篇啊 我就看了第一行 然后给我笑的哈哈的 你看一下胡怡进怎么说 胡怡进这么说的 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 这个针对佩洛西窜往台湾说了狠话 我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把他吓回去 哎呀妈呀我的斗死我的 他要吓回去 我的半飞川岛欲言 这一次也没有应验啊 那我的失望和大家是一样的 我是战机穿越这个台湾岛的这个 最早和反复的提出者 那这次一些人 因为这个失望啊 有点怨老虎 说实话我很能理解他们 这个一瞅着 这胡怡进这个人啊 这个叼盘呢或者是怎么样的 他太恶心了啊 就中国能出现这种人物 我也是觉得是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个辞入 我现在都不怎么说这个胡怡进了啊 我觉得胡怡进呢和这个台湾有一个教授叫苑举正 但是他俩这个多多少少能成为兄弟啊哥们 因为他俩就挺像的啊 所以说呢 我感觉他俩多长的多多少少可能也有点像是吧 都是那个就类似于像那种这个非常惨媚的那种那种表情啊 我这个这句话为什么我特别开心呢 就是他说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把这个南希佩洛奇下不去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胡怡进他说的那些狠话 他也认为这都是假的 是吧就是吓唬人的 那这个你把咱们当局置于何地啊 因为胡怡进你不是老是代表这个14亿中国人民吗 代表这个当局去说话 那你这回把这个氛围是轰垛出来了 但是这个实际情况跟你轰垛这个氛围非常的不相符 人南希佩洛奇你说吧 搁台湾还住了一久 完了还品尝了那个台湾的美食 而且呢还给一个这个勋章和那个飘带也是吧 那飘带我看挺好看的 跟这个南希佩洛奇他穿的那个衣服还挺呼应的 哎一看就特别的这个典雅啊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个胡怡进呢 有点人是自己扇自己嘴巴的啊 把氛围烘沢得非常好了之后呢 你看就是他其实发这个就是发他昨天发的那些文章啊 或者是说发的推特啊 他把当局吧给啃了是吧 他现在让这个他的支持者也好 或者是说中国的左派民众啊也好 都认为当局是一个子老虎啊 我看有的人就已经把这个子老虎的视频都已经做出来了啊 做一个视频上面放一个子老虎 把个子老虎的身上呢 这个画一个咱们中国的国旗 那我认为这是对咱们中国当局大大的一个讽刺 是吧 你这讽刺的也太狠了 如果胡怡进不说那些狠话的话 那还可以是吧 胡怡进不说那些狠话 那些激进的话 本来氛围烘沢的特别好 之后吧 就是要行动了就差林民一脚了 一下就软下来了 所以这个胡怡进呢 真的是咱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罪人啊 这回也真的被海外能够笑掉大牙 就包括啊 就胡怡进你说了这么多狠话 你今天哪怕你说你 你不说了也行是吧 你就不解释了也行 但他越解释越弱 他说我唯一遗憾的是没把他吓回去 那你说就证明什么呢 胡怡进认为那些狠话都是在恐吓这个南西佩洛西 但是真正能不能发生吗 不能发生 所以说他这句让我联想到了当局的那些狠话 你说胡怡进说 胡怡进就是想把这个南西佩洛西吓回去 那是不是这个民众就会想啊 那既然胡怡进你都这么干 那当局是不是也这么干呢 而且你还是体制内的人 并且你以前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你代表了这个当局 对吧 环球时报是这个人民日报下属的一个机构 所以说这不得不让人联想 这个胡怡进就是这个当局的一个宣传机器 或者是说代言人 那么当局去说这些狠话呢 哎 民众有的就一想 是吧 你这胡怡进说的对 他代表这个当局 而当局也也说了一些 相对来讲说了一些狠话 但是他没有当局说的那些狠话 那些狠话都没有胡怡进狠 是吧 胡怡进是属于给当局坑了 因为胡怡进呢 这么在一三分点火 光加巴虹 而且这够拱起来了 当局呢 其实撂点狠话吧 这是一贯的都那些什么悬崖勒马 都是陈词烂点 反了夫婿说 我就这么说 我就看当局的那些外交的一个辞令 包括那些东西 我可以倒背如流 是吧 玩活者自焚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完了 还怎么说来的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永远都是这么几套科 不信大家就去看 你反复看的那些声明 是吧 怎么多行不义 避之避 就这个玩 反正今天看花春莹 还用了谁来的 用了一个文人 是这个 就说那个 我忘了那句话 那句话我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这个 华春莹又用了一个文人的 一句这个 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诗句 他那个美丽吧 不是说他那个诗句 到底有多美丽 就是讽刺的特别美丽 然后讽刺的特别美丽 我用这个来说美国的民主 是吧 说美国的民主 但是他这个 他去诟病美国的民主 但是呢 一会儿我跟大家说 我这个但是特别特别重要 你从南希佩洛西死的身上 就是在台湾 接受的这个招待 你可以看出来 民主的生活和民主的制度 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优越性 是吧 这个是大陆所没有的 我相信啊 一会儿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 所有的伙伴都会引起共鸣 尤其是在大陆感动深受的伙伴 我估计有一部分小伙伴 可能都要咬牙切齿 就因为我一会儿说的那个事 就是佩洛西到底吃了什么 就因为这个事 我估计有很多的伙伴 在我说完之后 肯定都是特别的咬碎后 就恨的就要咬碎后朝牙 我也是咬牙切齿的 我刚看完佩洛西吃完之后 我也咬牙切齿 我气的 我气的 当然我不是因为气的佩洛西吃的比较美味 而是我联想到了这个大陆这边 真的非常非常的气 是吧 非常非常的气 好 那这个咱们说完了 就说这个这就是一场闹剧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胡怡进的 所有的微博料的那些狠话 让我联想到了今天真的就是一场闹剧 你看大陆这边说这个佩洛西访台 还是一场闹剧 但同样我认为啊 当局你能不能管一管你的这个发言人灰烬 我认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 真的才叫一场闹剧 因为什么呢 从这个事情的这个 呃 来看 大陆军演 按理说啊 如果是大陆军演 你要是定在8月3号 今天给南希佩洛西憋也里头 让他出不来 那我认为这个大陆硬起来 是吧 可以挽回昨天的那种 南希佩洛西落地之后的那种 呃 就是这些左派的一个 左派的一个失望 是吧 能缓解他们的失望 或者是说把这一局挽回来 我今天我就让你 我梦中作弊 是吧 你南希佩洛西可以来 但是你不能走 哎 这也行 完了胡怡静也满足这胡怡静 这胡怡静也不用出来解释了 是吧 也不用说我就是吓一下他 也不用说把自己底牌都晾出来 胡怡静就借本下去 你看我说的吧 对吧 你看 有来无回 是吧 虽然让他来了 胡怡静解释一下 虽然他来了 但是不能让他回去 怎么怎么样 胡怡静又解释一本 但是 不是这样 你说 南希佩洛西来 八月三号来 你明知道他来 而且就是 你八月四号就能军压 是吧 你也不差那头提前一天 是吧 你为什么不八月 那个 直接八月三号 是吧 提前一天 你就说我八月三号 就明天就宣布军压 你不管那个空军呢 什么运没运过去 但是起码 你先派两个 派两个军机 把那地方先站上 是吧 先不让他走 把咱们这个空域先控制起来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说 你要是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相对来讲 效果会好很多 就是包括军方说的那些狠话 我觉得这个 就是 七十来讲 就可以自圆取缩了 现在这个啪啪打脸 打了自己 我觉得这回事儿办的 脸罢子都三种 咱这么说吧 我就想看一下 这个军演完事能什么样 我也是挺好奇的 就是这个军演完事 能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军演完事儿 这个台湾要能守回来 那我认为 那这个军演演得不错 那还是非常有必要 要是假如说 收不回来的话 那我 我也在考虑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是吧 这军演的玩意儿 我跟你说 花钱呐 那导弹呢 不实弹射击吗 这回说 那全是钱呐 你一看那个 就明天咱就看那军演啊 我估计能直播大陆这边 我希望看我视频的伙伴 明天就数 是吧 咱数那个导弹 一颗导弹一百万 咱数啊 看放几个导弹 是吧 听几个响 几个响就几百万 完了之后 咱们再算一下 这几百万到底能救活多少的 这个中国的贫困户 是吧 或者是说 救活多少的癌症病人呢 陈锡飞病人呢 咱明天就数 是吧 这一回几秒能解决好几个 或者是成千上百的 中国的贫困者的人命问题 是吧 就这么 你这么整 哎呀 我这一军演呢 我就觉得浪费钱了 是吧 现在全球这个石油危机 或者你比如说这个 能源危机 这个那个的 完了 通货膨胀 这个时候开始烧钱了 哎 心疼了 我这个人呢 我是一个这个 我就 我就看这个当局 花这个公家钱呢 花这纳税人的钱 从来都没有手软过 不心疼 要不我给当局提点意见吧 要不还是按照这个 胡怡进的那个套路 咱接着下红德了 就明天呢 派几个飞机去做一做样子 完了就赶紧回来 就别冷那个导弹了 咱 咱们能不能省点钱 是吧 咱大国崛起了 有钱了也不能这么玩啊 他那 毕竟他不是礼炮 不是吃花 是吧 你这放一个这一百万 两个两百万 我当 哎呀妈 这心呢是吧 我这个人 这是过日子的人 过日子的人 是吧 我还想过好生活呢 你把那钱省下来 给咱那个医保 多给点是吧 或医疗福利 免费医疗 什么 你像台湾似的 整点什么健保 或者是救济救济穷人 是吧 都可以嘛 你砸那水里头 你想绷点鱼回来吗 是吧 带点海产品啊 对吧 那个 那那个导弹绷完 那个鱼吧 我觉得他也不行了 是吧 还是以捕捞 捕捞为主 捕捞之后呢 他还能吃 还挺好的 不如说明天去打打鱼 是吧 把那个鱼打回来吧 咱还能吃点鱼 那咱们接下来啊 就看一下这个 蔡英文 都请南希佩洛西 吃什么了啊 就在这个午宴上面 这个新闻呢 是三立新闻台这个播报的啊 说用的都是当地的一个食材 说8月3号12点在台北宾馆 啊 并且还说这个是一个就是 啊 说是什么什么一个饭店啊 承办的这个这堆酒席 呃 这这这堆席啊 都没有酒啊 我看都没有酒 人没喝酒啊 你看这个呃 就是女的领导人和女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两个女的领导人 对吧 你看人不喝酒省多少钱 你要咱们国家开一瓶茅台 多钱呢 你这茅台现在两千几 你要特供的茅台呢 更老鼻子钱了是吧 你喝点酒就废了是吧 这这一顿给老了钱了 反正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看人家都吃了什么啊 但是非常的开胃啊 或者是说感觉就好吃 我都特别想尝一尝啊 嗯 他这个开胃菜是什么呢 叫藤椒鸡麻将百合 这个非常不错 汤品是什么呢 叫煎熏炖鸡中 还有主菜叫做 叫做红烧牛腩菜饭 完了饮品呢 叫羊汁甘露 水果呢 芒果西瓜 凤梨火龙果 是吧 台湾这个都说当地的 啊 还有一个甜品是 黑巧克力冰淇淋 我看那黑巧克力冰淇淋 上面还有个草莓啊 完了就这个 说这个南希佩洛西 特别喜欢说 吃这个黑巧克力冰淇淋 我特意给上 嗯 并且啊 说这南希佩洛西 在这个从飞机上下来啊 就是去那个宾馆啊 这个下榻的时候 是吧 完了那个 那叫君悦酒店 是吧 君悦酒店 去那个君悦酒店 这个入住的时候 完了 蔡英文呢 特别有心啊 送了这个一盒这个凤梨薯 给人送去了 说台湾当地产的 我看那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 特别有意思啊 说能不能再买点回去 是吧 这个给推销推销 往外这个拿一拿 这半手礼啊 什么这个非常好吃 怎么怎么样的 可有意思 说大陆不封锁 咱们这凤梨什么的 美国能不能买一点 我发现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 特别逗啊 这个我感觉这种性格的伙伴呢 我是特别愿意去结交的 就跟我这个性格其实差不太多啊 那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 其实你说我跟大家说的这么多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你像我这个人吧 老爱考虑预算 我就把这个事跟大家说一说 这两个女领导人啊 没喝酒 这个比较万幸啊 你像咱们这个国宴是吧 一般都是男领导人啊 男领导人一来茅台 是吧 来个茅台尝一尝 液体黄金嘛 一瓶成百上千的 是吧 一瓶是别说 啥叫成百上千 就是过浅的 全上千 并且啊 你看人家这个是说这个当地的 就是那个那个餐饮那个公司啊 或者是说哪个酒店 我忘了啊 承包的啊 那你像咱们国家 那不有专职的厨子吗 直接给说 你说是把这个事承包出去 是吧 款待外品是把这个事承包出去 好呢 还是自己养一匹从这个厨子好 显然是把承包出去比较省钱 啊 承包出去比较省钱 他因为啥 他不天天来呀对吧 但是你要是整个厨子 你天天跟这预备着 你这得多钱啊 所以说呢 这个台湾还是比较这个 怎么说呢 还是比较这个民主地区嘛 所以说一预算呢 都得精打细算 再有一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大陆的伙伴 有谁知道就是外国人来中国的 咱们中国是怎么宴请的 或者是说都吃了些什么 反正我是不知道 是吧 呃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那前开G20峰会的时候 就是咱们这个大陆的官方在杭州吗 那前我还去杭州旅游呢啊 就是开G20峰会的时候 我去杭州旅行的时候 哎呦那个入住酒店呢 这特别烦人啊 签什么责任书责任状 我不是什么怎么递的怎么递的 不是来破坏的 我就合计我说 那你你到底养我住不住啊 你说我签那玩有啥意义啊 是吧 你拿我身份证去耍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咱那信息都是透明的 是吧 这中国都是透明人 你算一下就可以了吗 不行你少点码是吧 你少个二杯码 你看看我是啥人 完了 完了就让我签了一大堆那个协议啊 就是怕说G20峰会完了 那个有点什么问题 完了最终不也圆满结束了吗 我就记得圆满结束之后啊 咱们就送那个 呃就送那各国领导人嘛 说送那个一套餐牌 后来我上网一查 那套餐牌老鼻子钱了 是吧 就那套餐具 我那钱想买一个 就那套餐具里的就是那些 就就其中有一个小杯小碗啊 我上网查了一下 说是古法制作 卖我多钱 398 我说一边打下去 太贵了 买不起 我就在想 我说人家 我说人家 我说人家咱国家送人家那个各国元首啥的当礼物 都一套一套的 我说那给多钱呢 我说你这一个就四百块钱的一个小碗 我说我说你那一套餐具是吧 多少多少头了 怎么怎么样了 我说给多钱呢 我崩溃了是吧 我这就会上前了 完了咱们再说一下 咱们国家这个吃饭都吃啥了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咱们国家的政府开始谁知道 谁也不知道 他们吃饭到底花了多少钱 就是接待这些外国的一个友人 到底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一个礼品 是吧 就蔡英文给那个 南奇佩洛西就给那个凤梨鼠 给他一箱能几个钱 对不对 就就台湾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是吧 就给了一箱能给几个钱 是吧 也不抵咱那一套碗 是吧 那一套碗 而且你看咱们国家 办那个08年的奥运会 办的特别那个宏大嘛 那个开幕式 浪费了多少鞭炮 我是吧 那鞭炮跳舞 跳舞还有一个小朋友呢 意外 腰椎受伤 永远的瘫痪 是吧 太悲惨了 所以说就在08年 你看咱们这奥运会 牺牲了一个人的一个这个 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并且呢 浪费了这个多少钱 是吧 我感觉那个预算有点 就我看到的那个场面 确实太宏大了 这个钱呢 就赶上这个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一样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浪费 我觉得犯不着 就是大国崛起了 是吧 人民崛起了可以 但是咱那个这个摆牌上这个玩 不能崛起这玩 你崛起这玩 老百姓都天天吃开完菜跟你勒紧裤腰带 完了你那边崛起了 这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在这个民主社会都不这么干 你怎么在咱们这个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这么好的一个制度下 怎么这样呢 我想不通是吧 我一直想不通这个 咱们的制度不优于美国吗 所以我也没看美国这么干呢 是吧 所以说不理解 不理解 我就一直我认为咱们国家这个制度是全球最好的 咱们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是吧 咱们中国全国成民主是最好的 我说为啥你 你最好的是不是 哎 反正也是啊 一般好货不都不便宜吗 是吧 是不从这方面来的 是吧 你要费这么烙 我也认为 可能也有点道理 是吧 好货都不便宜 所以说给勒紧裤腰带嘛 老百姓穷得叮当滥响 因为好货嘛 好东西嘛 好的制度嘛 所以说不便宜就花钱满嘛 老百姓就勒紧裤腰带给你纳税吧 让你去买 是吧 买完了你们方便炮啥 听个想法 大国就崛起了 就是这样 你要从这个好货不便宜的角度 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说好货不便宜 那咱们回头来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种制度的一个优越性 你看人家都知道吃了什么 咱们其实不用这个蔡英文蔡政府公布 花了多少钱 你就看他这个菜就知道多少钱 对吧 算一算每个人多少钱 基本上这顿饭就能算出来 知道一个人多少钱 完了那个佩洛西 带那带那一车人的是吧 有一个帅一个 那人头什么的 几个人吃一盘说 一人一个红烧牛肉该饭 基本上就整饱了吧 再来个炖汤啊什么 就这哪玩呢 是吧 那也比咱能开那什么G20峰会的来多少人 或者是说那或者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多少人 所以这个我认为啊就是像这像这些东西就咱们都可以看得见的都可以量量化的一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而不是说你花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 呃 我看一些民主国家啊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道路施工嘛 这个玩意呢 这个预算就跟那地方摆着 啊就摆着 这个项目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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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大陆的伙伴 就是中国政府在翻修这个基础设施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这个呃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公式吗我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什么老旧小区翻修政府什么什么工程是吧暖心工程我底下写谁承宝的谁承宝的就完事是吧 谁承宝的哪一项哪一项哪一项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头标的但是具体政府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换的那个东西都是非常新的东西非常坚固的东西走廊的扶手钢筋混凝土的跟这个楼一样结实就是他那个钢筋都是盖这个楼手用的那种钢筋如果你说那个扶手就走廊那个公共扶手应该换的话我认为这个楼的钢筋都应该凑出来重新换一遍根本没有必要去换 完了你换个又粗又大的又又轻薄就是他那个轻薄啊就是很不结实是吧就是像纸片的一样我光家我给一处的他就一个坑就这种你说这老人家什么扶着上下楼什么结实吗 完了我看那个走廊有一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地方特别不结实吗就是说缓步坛就拐弯那个地方还拿一个棍跟旁边指一下斜着指一下哎呦我给我恶心坏了我说你这也一点不美观的你这怎么叫老旧小区这么翻修你这整个一个这糊弄人吗都不是二工程完了走廊的窗户那窗户非常非常的好是吧非常非常的新 你就光家就重新换一遍换完了之后呢完了还搁上边还弃一个什么磁爪不什么玩完了磁爪弃的里出外境特别的不美观哎呦我去难道这就是咱们的老旧小区的一个翻修吗 这就是沈阳正在干的事情沈阳正在干的事情包括现在外边又铺这个磁青这个路面了这屋里全是味儿啊这不叫便民的惠民工程这叫害民工程放释放毒气嘛全是磁青是吧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事情是吧你政府的预算到底有多少啊你政府的这个支出到底多少是吧 收入多少收入是多少供费的这种宴请是多少没有办法去说好了那今天呢就是由于这个呃我看到了南希佩洛奇的午餐和胡亦争的微博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但结尾还是比较沉重的啊我一升华就沉重了啊大家一看到中国现在这个骰来样嗯都是我的亲身的一个经历啊那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啊拜拜